不在於投票 事實上我們能夠接受是移轉投票 那是在國內 因為工作的關係而移轉投票 至於其他的通訊投票 以及海外投票 當然是危險的 因為宣法129條 國內很清楚 投票是秘密的 先把徵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 尤其總統的選舉 必須反國投票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國民黨要推的 所謂不在於投票 就是要海外投票 投票等 當然是危險了 這個毋庸置疑 我不知道國民黨想什麼 我今天連朱毅倫認為這個是應該要做的 請他們看清楚希望的規定 當然了 海外投票 這個太嚴重了 他們走遠是大陸台商 能夠回到台灣投票 既然投票是秘密行為的時候 他們要寄錢票的時候 難道不會在中國的指導下投票嗎 另外海外也是如此嘛 那你從不同地方行為各地送回來投票 公共要開票 結果部長怎麼要開票了 已經發生暴動了 這些都不管 我們先回到小若他要通運投票的話 海外投票的話 先去修憲再講 這個很清楚 我今天 我對國民黨有一些看法和建議 殖民的這段時間 國民黨不管在新割立委在執行 或是在提案上面 其實都是違法違憲 而且很多職責非議的地方 我希望國民黨自己去看待這個事情 我們並非破物麻絕 只是善意提點 他們要繼續沉沉下去的話 那國民黨就請便吧